收看财经八点档 我是许七文 国际趋势先带您关心 德国国会票选反川普的前外交部长 史坦因·麦尔当选总统 反川普派出现可能倾向中国跟俄国 今天会带您深度剖析 而国内的头条焦点 先带您来看 禽流感疫情持续的扩大 全台的东部跟西部都有情场沦陷 农委会也证实 台南六甲地区 9号出现3000多只的火鸡暴毙 确认是感染H5N6禽流感 行政院长林全今天下午 指挥成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而林全表示H5N6禽流感在境外 已经有禽传人致死的案例出现 防灾工作绝对不能掉以轻刑 防疫就是作战 那么这个作战是前线和后勤 都必须要相互的佩服 防疫是同作战 行政院长林全坐镇指挥 联合农委会国防部 卫服部等相关单位 以北中南视讯方式 召开全国中央灾变会议 因为这几天已经在台南 花莲宜兰传出疫情 甚至在台南有3000多只火鸡死亡 确诊是H5N6禽流感 这次的H5N6的禽流感 跟以往的其他的禽流感来比 最大的大家所关心的就是他是不是会有禽传人的问题 那据我们所了解这个病毒呢 在中国大陆确实曾经发生过禽传人的案例 所以是不可以轻忽的 不过这个禽传人的情况呢 除了在中国大陆之外呢 在日本和韩国目前并没有传出来 各界最担心的禽传人 在大陆已经有案例发生 林权要求相关单位上井发条 全员戒备控制疫情扩散 比如说整个移动的管制的层级 甚至有必要的时候 是我要采取禁运禁载 那这个部分呢 也要请冯委会更进一步的来典礼 在花莲的部分的话 有244个接触者 在今天可以解除列管 那在宜兰跟花莲 就是说刚才黄区长说 有提到的在宜兰这个小朋友 这些的屠宰场 这些的接触者 总共有73个人 宜兰花莲的 那他会追踪到2月21号 那在台南的这个部分的话 有16个追踪者 16个接触者 那会追踪到2月19号 为避免禽传人可能发生 疾管署强调会持续追踪 各县市相关接触者 防堵禽流感灾情 持续扩大 记者 陈华一在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